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津津有味 我们来填坑了 是吧 这个坑加坑 再不填就该第二季 填不上了 这期我们几个人还跟大家聊聊 一季度我们吃了啥 上次咱聊到 网购 网购 这次是都卖空了 对 跟我们反馈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下的 又卖空了 本来以为这次的米是安全的 也卖空了 没了 太厉害了 对 你们的这个购买能力 我去 因为上次的那个米呢 是我们朋友的那个购的货嘛 然后大概知道他卖了多少米 确实是瞬间就空了 哎呀 就没办法 那这期咱就别给人家添堵了 说点 一听就不想下单 给大伙贴贴堵吧 省点钱 对 哎 可是没准会反向种草 是吗 会有人 因为我们描述的足够详细 对 那还是莉莉先来吧 好 来 避雷片 先来避雷 第一个是我跟蝉虫去那个 施种宝藏 我都没听说过这名字 就是类似于豪特买这么一个折后超市 里面都一兜巨便宜 然后你知道这个 我们听友群 不是经常会有人过我们问蔬菜粉吗 哎呀 每天都有人问 但是我们常买的都是那种大包装的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找一个小包装 就小条装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只要有机会 看到了 就想拿起来看一眼 试一试 对 结果那次逛的时候 就正好看到了 牌子还挺正经的 喜善花房 是一个还挺有名的牌子 哦 那你还是真的挺关注品牌的 对 我都不知道这牌子 因为你知道 拼多多大部分是白牌 你想找一个 以后你过了很长时间 还能再找到这个链接 还能看到品牌不倒闭的 也很不容易 比较难 对 所以看到这个牌子 我第一反应就是 我得看看它多少钱 好像才两块多 反正是很便宜 巨便宜 因为是零期的嘛 我一看 柠檬黄瓜味 本能会觉得 一定很好喝 柠檬黄瓜 对吧 很清新吧 可以啊 对吧 酸溜溜的 很清香 买 本来还想 头天买回家 本来想 如果好喝 第二天 我就去扫空 赶紧去 把那一个货架全扫空 我绝对不亏 我们遇到过 吃着好吃了 再回去就没了的情况 然后呢 当天晚上回去 我就冲了两包 第一口 差点没吐出来 我就没喝过 这么难喝的 那个友情提示大家 轻易别买黄瓜粉 太难喝了 那个还在我家 还有一盒 我还没动呢 所以它是冲的是吗 对 不是那种 瓶装的那种 不是 我觉得瓶装 可能还能好喝点 那你是不是冲的不对 比如那个配比啊 水的比例啊 绝对不可能 我绝对有经验 河水江水还是井水 不想说话 我觉得是不是 黄瓜皮味 因为羊确实没有什么 不 我觉得黄瓜羊更难喝 黄瓜羊子是一股 酸根挤挠的味 对对对 黄瓜羊 你真会形容 对对对 酸根挤挠 没错 哎呦 我的天 天气人在这个时候 达成了痛 这形容词 所以如果 有好这口的 你就喜欢黄瓜羊子 那个味 你可以去试一试 就那酸根挤挠的味 对 正价好像还不太便宜 我回去高低得试一试 什么叫酸根挤挠的味 不是 你没喝 它不还有吗 没呢 我跟他都没办法共鸣 他买回家 他都不喝 他当时就跟我说 这玩意太难喝了 你说我还会喝吗 你试试万一你爱上他 他配料表很好 他还加了 低聚果糖 就是他 加了很多种益生源 把这个膳食纤维的量 打得非常的满 我就觉得 怎么也 不能太难喝 是吧 性价比还是在那摆着 我觉得是挺好的东西 那我提个问题啊 上次你给我那甜菜根汁 那是你出于什么样的 这个脑回路 去买的东西 然后你又不喝给我 就专门给你们买的好吗 真的吗 那个是提高运动表现的 我又不用提高最大摄氧量 我喝看看 我以为是你自己想买 你看看你这个态度 是我 还是我们 还是我跟C哥俩人 因为正好我知道 你们早就定好了行程 他要去你家 但是他并没有想喝那个 但是我是正好买了 就是你们都能喝 因为他对这个东西是很抗拒的 他觉得没用 我解释一下 就是甜菜根汁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最近比赛季 就跑马季盛雄这个比赛之前 喝甜菜根 然后呢提高你的最大摄氧量 然后呢不能是当天喝 或者是比赛前喝没有用 所以要提前大概一周开始喝 喝完了以后呢 最大摄氧量可能就会有一个 神奇的变化 然后你的比赛表现就会提升 这个是有临床验证的 对 好在也没有兴奋剂检查啥的 这个是蔬菜 天然补剂 天然的不一定健康啊 对对对 然后现在有很多那个品牌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然后卖不是贵 大概十几块 卖的巨贵 就是多大一瓶 就有点类似于那种 就是吸吸洞 口服液 怎么大点那瓶 比那瓶粗一点吧 一个大拇指 稍微长一点 就这么大一瓶 25毫升的 十几块钱一瓶 不是贵 然后他们就 好多人就买不起那个东西 因为你不可能喝一瓶 它就有效果 你不停地喝 喝那个十天半个月 才有效 然后我见过最牛逼的 就是某播客 他们跑步停泳 他们在家里头 种甜菜根 自己自足 我觉得这个是最牛逼的 然后已经从上游 开始垄断这个产业了 就开始 可是关键 这东西很难喝 无土味 就是胜体 就是味觉失灵 就是什么这个 这个都能喝 所以我觉得 当时你给我买 那个甜菜根粉 冲 我觉得已经饶了我 你没有给我买甜菜根 那汁子 让我给你 或者你没有把真的甜菜根 挤出来 榨成汁让我喝 我觉得已经还行 还行 这对我还不错 然后那那个 确实有点难以下咽 我能写在壁垒里头吗 虽然说是 丽丽的一份好心了 确实是 她知道我想PB 她知道我想冲冲剂 你PB没PB吧 就说有肉没 PB的两次 两次 两次 C哥没喝 你看她就不行 她没PB吧 确实有效果 对 拿她当补鸡 或者拿她当药喝 就没事 你抱怨她没事 我知道她不会好喝的 药好喝 我高低 我得留一包 所以C哥当时 怀着拒绝的心态 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我不要 我说你拿到 那个天津去 你们俩喝也行 没损失啊 对不对 而且你们以后 比赛多的是呢 所以我完全没有为难她 我全留下来了 因为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一个心理安慰 就是别人美好的祝愿 我一口拿她喝下去 对 给自己点心理暗示 确实 对牛奶喝 然后我一口气 闷的那种 还行 因为我本来 就不爱吃紫菜头 别扎嘛 这种东西 千万别扎嘛 不仅扎嘛 你就顿顿往下喝 少冲点 少冲点啊 浓一点 一口揪进去 一口就揪进去了 你痛苦的路径短 那我是不是应该 做成完药不就 有啊 你以为没有吗 现在有 做成胶囊 对吧 胶囊和片都有 那你说那些 种田菜根的人 怎么办 他们还得嚼 身体 身体 你也说了个 壁雷的啊 好 我再说一个 也是健康食物赛道的 就是这个品牌 是南连建石 我买的是一个 就是很多大牌的肉制品 是他来代工的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去皮鸡腿 有股鸡屎吧 鸡屁股 那是不是被鸡屎污染了 哪有那么多鸡屎 我一跟他说 他就马上就get到 那骨子的异味是什么 就是鸡腿肉制品里面 一拆开袋 一股不太好的肉味 但是你不能说 它是坏的 我推测啊 就是一 可能原料不是很新鲜 二来呢 就是他加工过程 那个空间 不是特干净 我又觉得 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也不是卫生问题 就是他不是特干净 和到食品安全问题 可能中间还有挺鸿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的去皮鸡腿 都这个味 这个牌子叫努力狮子 如果大家愿意去试一试 你可以去买来试试 反正我是不会在任何的 毫无推荐里面推荐他 但他确实是低脂 对很低脂 去了皮鸡腿真低脂 还好吃 健身胜体 请尝试 肉体本身是好吃的 但是这个味我是不太行 你拿出来亮亮的 那不就干吧 也不用那么长时间 反正确实 有一些鸡肉制品 加工完了之后 会有一股挺明显的 鸡味 对鸡味 而且不是那个 夸他的那种鸡有鸡味 不是鸡香味 是鸡屎味 就是生鸡味 鸡有鸡味 夸的是鸡油香 对 鸡屎味 是鸡笼子里的味 对对对 鱼毛 这是什么 鸡脂味 这是美食节目 这形容词 简直 来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上次 那个农大那期的时候 说过他对吧 对 我相信一定有人 是爱吃这样的东西的 所以我把链接也 给大家挂在这 喝 反乡冲嫂 真的 它的配料就是非常干净的 苦桥粉 玉米粉 全麦粉和盐 而且它的呐含量非常低 33毫克 是直接挤压型 蓬化食品 就跟咱们外头的那个 这么粗 手指头圈起来 就是大拇指和食指 圈出来那么粗 那个玉米磅 黄色的那个 大概 那个也是挤压 三厘米醉 就这个蓬化食品 猴哥看见 第一反应 哦 要蓬化食品 然后打开吃了一口 然后表情都变了 我说有那么难吃吗 我知道这个是苦桥片 然后我说有那么难吃吗 因为我概念里的苦桥片 还是 就是零食摊上买的那种 就是调料很多的那种 然后我就吃了一口 心如止水 我觉得它不叫 难吃 它是不好吃 对 就是不会想往下接着吃 你在嚼纸 它很容易控制你的食欲 但是它有可能诱发你 去吃别的东西 不高兴 因为你不高兴 但是我觉得 可能有一些同学 味觉很敏感 他会愿意吃这个 会有香味 嚼着嚼着会有香味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给它 保不齐能觉得它是好吃的 而且它吃完嘴里不反酸 对 也不叫渴 我还是不想吃 反正哥我家 挺长时间 所以他的哥在避雷是合理的 对吧 合理合理 我不会吃它 我没有尬夸它 对对对 我们没说它是健康零食 对 你觉得苦桥健康 那你自己开心就好 说真的 我觉得它相对还挺健康的 就是 我们已经录过健康零食的节目了 我们不认为零食等于健康 或者零食需要健康 它在零食里算相对健康 我觉得这个健康包含了 你吃完它之后 就是你吃它不会吃多 对对对 心理健康 这个角度 对 你可能吃完它以后 就去吃别的薯片之类的 怒吃 不一定 万一你想努力规范自己的行为 强迫自己 吃着吃着就吃惯了呢 也不施为功德一件 怎么编不下去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好多人推荐 是拿它当好物推荐去推荐的 我给你寄了一包 你吃了吗 就那长得跟鱿鱼一样 那个袋子 然后里面是那个一根一根巨细的鱿鱼丝 特别硬 就是纯鱿鱿鱼 我好像吃了一袋 C哥说 怎么是酸味的 是加了醋吗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那就是你还没吃 我好像不是那袋被它吃了 难得你们俩还出现了这个局面 你吃了 它消失了 消失了 也许被我们家包吃了 对 我觉得要不就被我们家什么东西吃了 你们家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以为我没有印象 但我记得你给我了 我给你了 它去哪了 就这种东西 我是一定会给你们四散发一发的 谢谢你帮我吃了 晚上我看一下厨房里有没有 不是万一你喜欢呢 你都放到壁垒里边了 不是 它不是难吃 它是这样的 猴子一开始吃了这个 和今天你们吃的那个 鱿鱼芝士条 奶酪芝士 下一期的奶酪芝士 下一期好物理一些 怎么都剧透呢 它是同时吃了这两个东西 先各吃了一口 然后说的鱿鱼耳丝好吃 我惊呆了 我说这孩子怕不是 你告诉我的时候 我也惊呆了 然后我立刻马上就跟他说了 因为我也吃了一根 我并不觉得它好吃 我就纳闷 为什么小朋友会觉得 那个不好吃 然后吃了几根之后 说哎呀妈妈 我还是吃那个 我说恢复正常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没有他先吃的那个 然后再吃的鱿鱼耳丝 然后说鱿鱼耳丝好吃 吃了两口这个之后 又开始吃那个 然后这个东西就搁在桌上 再也没有动过 证明反应过来了 我觉得也是 可能是前面的那个鱼香还在 对对对 我只能这么解释了 这个牌子很好 蒂卡博士的 他们家的东西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放心 我绝对不担心 它虚标或者怎么样 对 我只是很意外 它这么难吃 因为它还不便宜 当磨牙的东西 我觉得还行 它很磨牙 它甚至你牙方大方 卡在你牙方处 我真的怀疑是我家猫给吃 你应该没吃 你看这个表情 我觉得你很迷茫 对 我好像有印象 似乎又没印象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见着 你是不是见着我发的照片了 不可能 应该是跟你的那个天菜 各种知识之系到我们家来了 对对对 也就是说那次我给你寄了一堆 不好吃的东西 好录这期节目 让我测评一下 是不是真的不好吃 那期我还寄什么了 那个肉肠 脆皮肠 一起的 不光是好物和避雷都紧了 是吧 不是 脆皮肠是单独买的 对 那就是这俩 也行 行吧 一个提高运动表现 一个高的 有可能那个东西没有吸引我 塞到我的零食棍里头 还没有拿出来 这也有可能的 好 带你了 我就一个 就是非常壁垒的 是我在河马逛的时候 它有一个 零七食品区 那河马也有 一个折扣区 一个特别小的框 没有多少 然后我一定 因为我当时是 咱们有一段时间 不是沉迷于各种泡汁吗 我就看这个 就跟你买那个黄瓜充粉 一样的心态 我说百香果柠檬冷泡汁 怎么着 好好听啊 都不能难吃吧 对 而且多配海鲜呀 我还专门煮了一锅虾 幸好我泡进去 我先尝了一口 立刻马上赶紧捞出来了 没招紧虾 它的质地是 浓稠的酱油色泡汁 再加上一包泡椒 感觉特别对 是不是 然后还有百香果的那个 里边那个 连子带汁的那个料 我说这个太地道了 赶紧弄起来 就是每一袋打开以后 都是黏黏乎乎的 我就有点感觉不太对了 我说泡汁不应该是水溶的吗 怎么这么黏呢 我前天就是泡了一个 墨斗加牡蛎 那个冷泡汁也是黏黏乎乎的 而且袋子上也是写着不用加水 它可能就是那种质地 让你出来那个口感 对我怀疑它不是用来泡的 它可能是用来拌的 对 然后我也是特意看了包装 因为太黏了 就黏到你怀疑 是不是落下哪一步了 然后我就仔细地看了 它说不用加水 我说行吧 那我就非常皱着眉头 非常痛苦 就是内心很拒绝地 把东西放进去 我站了一下 立刻就放进了 就捞出来赶紧洗 那个味啊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 吃到嘴里头 一股非常浓烈的塑料味 直冲天灵杆 塑料味 是什么东西的味 你就想我说草莓那个套味 我觉得是类似 是 就是这股水果的 香精的 劣质的香精的那个味 但是确实是能吃得出来是 百香果味的塑料 好在这玩意儿 我再看了一遍 它下架了 因为我买的是零七嘛 它是河马做的 就是河马去代工的 说明应该是没有再生产 太好了 太好了 就这一个壁垒 最近买的这个 太坑了 主要是 现在我想起来 那个天灵杆上 都是营绕着的 那个塑料 行了 咱说点开心的 所以你们没有 除了那天菜根 没有 我都吃你推荐的 我哪会吃 他现在已经不买了 就是我很少自己探索 这么会夸人呢 都是你给我寄 就等吃你吃 每期他都点我 上次点的是 你要给我们寄带盖的 带拉索的 好包装的 小包装的最好 待会来一大包 因为最近我都不在家 你知道吗 大包吃不完 来到店 你们先说 我们先说 那可就 那可就没几个 主要是他们说 刚刚总结了十个字 说港澳的 总结了十个字 我说 哎 港澳的 不是应该挺多的呀 不是我们最近 就是一直在出门 他们被刺了 不全香港都是刺客吗 对 C哥不也去了吗 他也被刺了 你觉得我们这个评价 有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我就劝他 我说你不管进了 多破的店 你就当你进了星巴克 如果我没有跟他说这事 他是不是觉得也被刺 你说了他也是被刺了 对 因为这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 我到了香港 我才发现 哎 全香港 我有点高攀不起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的吗 我们应该是清明之前 那个小长假 复活节假期 就是香港人都在深圳的那些假期 然后一开始呢 那个我们在深圳那边 就是有点孤去出 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放假了嘛 就说那我们就 去香港玩一天 去澳门玩一天 然后他们就 深圳人就说 那个最近香港人都在深圳这边来 然后我当时我就没走这个脑子 我心想就是他们复活节放假 哎 没复虚 对吧 短途游啊一下 就跟我们来回乱窜 就天津去北京 北京来天津 不就这点意思吗 结果我到了港口 我发现 哎 我们往那边 那叫口岸 一个意思 没事 然后我们去那边 坐那个大巴嘛 不得去香港 然后发现怎么 哎 有人为什么敌了一箱水果 就是他们在深圳这边 买了一整箱的橘子 叫爬爬干 还有一箱樱桃还是什么 就两箱水果 那个时候是爬爬干 正好吃的 他那个那边 明显感觉那边是一个中老年人 他都已经会过 他老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把那个水果 小伙子 帮我把它搬到那个 车上边去 我拿不动 你这个口音不太像香港老大爷的口音 不会说粤语 我不用说英文 他跟你说就是普通话 那箱子帮我拿一下 然后就两大箱水果 就搬到了那个车上 然后运回了香港 对对对 我当时我脑子就一晕 这是干嘛呢 六早来了是吗 早四 然后我就没想这么多 到了香港以后 你知道我们之前去香港 也不是第一次了 珠峰可能去了那个 去了一本吧 大概就这个次数 就是我觉得香港还挺好吃的 就一般情况下 到了以后 先吃点好吃的 吃点鱼丸 对吧 我们以前对香港的概念 一向就是美食天台 吃吃吃吧 咱们谁有吃一顿的在那边 对吧 待一天怎么也得吃个七八顿吧 我就吃了一顿 吃不起了 一顿把七八顿的都花了 真的 什么也吃不起 我别说吃不起 我让喝我都喝不起 后来我发现他们自己都带水 他每个人后面都别的水壶 到了香港发现美人背了一水壶 我这个放到壁垒里头吧 可以吗 就是一瓶矿泉水卖15港币 然后便宜的15港币起 15到17港币 然后呢 我喝了一盘算 我就问珠峰 现在哪个咱港币跟人民币兑换是多少 之前是1比0.8 0.8 现在变成1比0.97还是95 92 93 反正基本上1比1 就跟我当时在瑞典下了飞机 机场里头看见一瓶矿泉水25克了 我跟你讲 我们俩子感觉 我们俩感觉是什么 是到了澳大利亚 我们上次去澳大利亚下了飞机买杯水15 是不人民币吗 人民币 差不多 对然后后来就穷了只能喝牛奶吧 对对对 牛奶很便宜 对到那边的话那可乐2块钱 就那个汇率也几乎就没有什么优势 你看像上次我去新乡那一天 我的表现 我一天可以一滴水都不喝 然后我们中午吃饭了吗 哎呀 听上去就好惨呀 我好像当时因为就是有点什么事 还真的咱俩中午吃饭了吗 我真忘了 说实话 咱中午 甚至没去那边吃 两人输了一口气 想起来都输一口气 然后就 他那星巴克也不贵 星巴克四五十 是吧 我买了两杯美式花了120多块钱 这还是我们用的是玻璃杯 这以后必须得带浓缩咖啡粉出去玩 给我们还减了两块钱 减了两港币 因为他用的马克杯 最可气的是服务员还不会说中文 那家店星巴克总是那样 那个服务员他就是不灵 他是个外国人 就也不会粤语 完全不会 就只会英文 最可气的是 然后呢 我就打算桌上贴了一二维码 扫码点赞 扫码点赞 多好 飞快 对吧 扫不开 然后我就把二维码拍下来 发群里了 我说你们给我鉴别鉴别 这个码为什么扫不开 然后咱群里的 科技乱顿群里的听友就跟我说了 他又做广告 这码 怎么是一个内网地址 你好像得先连上它的WiFi 你才能下单 就是他不是一个在 英特尔代上的网 我说问题来了呀 他那的星巴克你不点单 你是没办法连WiFi的 他那个WiFi的密码是打在那个 收据上的 但是呢 我拿不到 我没有点单的情况下 我没有收据连不上WiFi 我也没法扫码点单 所以那个东西只能让我续单 那个是点单用的是吗 点单是写着在线点单 听下来就是 听下来很乖吧 很不合理 这不合理 怪不乖 非常乖 所以你除了用英文点单 没有别的办法 对 或者你让 我就说多灵国是有意义的 你搜索一下 还能点个单 还用多灵国学吗 你搜索一下 让别人帮你下个单 我倒也大可不必 可是太贵了 是啊 一百二多 两杯 美式而已 并美式 但他那个杯子确实感觉挺大的 问题 有什么用呢 都是那一杯 然后后来我们那个 哎呦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吃不起 就是 是你愿不愿意花这么多钱 不值不值 对 然后我本来说想吃个 比如说甜水之类的 结果一看 哎呦四五十 还不如扭头去佛山 佛山 那头扭有点远 顺德 我扭头去深圳 吃个回拉面 十八块钱一碗 就想吃个什么 咖喱牛腩 人又多 咖喱牛腩会天津吃 吃个黄汤拉面 牛腩没那么多 就感觉好像那一碗 就小一碗 反正不牛杂面好 就感觉大家排队去 酒际牛腩打卡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酒际没开门那天 复回家假期 就感觉大家打不起了 嗯 C哥当时吃了啥 C哥好也没吃 他好像吃了一个 就是扣扣嗦嗦 点了个什么 餐蛋回程的飞机 他不是所有飞机 全都取消了吗 他就买了直飞的 深圳的全取消了 然后他在机场 因为延误了嘛 给了一张抵扣券 抵了四十块钱 最后以六十块钱 点了一份饭 那果然是一百块钱 反正他这个给我的感觉 已经是我不配 就他已经不是我印象里的香港 你变了 他变了 他不只是这个变了 他什么他都变了 那个天星小轮 你还有印象 咱们花多少钱吗 各位数的吧 我记得是 什么小轮 我回来查了一下 就过海 过海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俩去做天星小轮 再多讲一点 这跟吃没有关系啊 我相信过了一天 咱俩再单独录一期 回头 先简单的讲一讲 就吐槽起来没完了 你快点说 我过了关口 坐公交车 去到上水的地铁站 进香港 对吧 一般都这么干 以前是这么干 以前我可能坐大巴 直接坐监察嘴 那个更快一点 这次我说咱别去 据说香港涨价 咱俩坐个公交车 坐到天水围 然后坐这个地铁 咱进城 结果我拿着巴达通 光一刷 这张公交车票 12块钱 多远啊 10分钟开车 一站地 这是景区里百度车的价钱 12块钱还是13块钱 我忘了 然后我觉得不太对 不太对 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香港 上了地铁 坐了 我们前坐到了望角 对 买眼镜 下来一双 又10多块 10多块还是20块 一会卡没钱了 我跟你讲 我半一张 巴达通一会就没了 钱 我100块钱冲进去以后 我差点没回来 哈哈哈哈 这巴达通 就这样我们还是没过江 就过海 过海 所以我们俩 对 所以我们俩想算了 咱俩别坐地铁过海了 不知道多少钱的 或者咱俩尖沙嘴出来 转一转 对吧 咱做个便宜的 天行小轮 两块钱 嗯 咱就能过海 对吧 还蛮有心怀的 结果天行小轮一逼 他那叫一逼 是吧 五块 他这还不涨最贵 最夸张的 来书七说 山顶 你就大概就知道 就是那个地儿 你是可以有一个缆车 就杠子杠杠杠杠杠杠杠 就跟你开到那个香港 你可以看香港的夜景 这个应该是都被刷过瓶 对吧 嗯 那个之前啊 我记得 二三十块钱 你有印象吗 我一般也是拿巴达通一逼 嗯 嗯 啊 我不用考虑有多少钱里面 对吧 我一般就出一百块钱 然后没逼过去 刚才是 逼不了了这次 这也能逼 没那么多余额 我一看那个票价 我说这不能逼 多少钱 我看一眼啊 缆车什么 山顶缆车 往返票 一百零八还是一百二十吧 果然是逼不过去 他超过一百了 我不可能充这么多巴达通吗 但是后来我发现巴达通得多充点 确实是不够 然后我就特别纳闷 我说这个东西以前没有这么贵啊 我上个山顶 我坐个山顶 山顶缆车 他其实就跟公交车一样以前 对 那是个比较落后的方式 就是比较古老 偶死故的一个角度方式 他那个装修了 是装修了 换车了 换车了 换新车了 对对对 都是 但是你不能长走 回来我一查 以前我上山顶俩车多少钱 往返三十三 以前是多以前 就是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 上次去应该是我们一行前 一八一九年的时候 那也没多 没段时间 你怎么能长成这样 我不知道 之前在小红书搜 没有人吐槽过 而且我们当时 当时赶上清明假期 他清明假期呢 还涨价 涨价了百分之十 他不是平时价 等于说我当时是 比平时价本来就贵一点 最口恨的是啊 我之前 我今天几十块钱 二三十块钱 那个时候 我是可以纵满全香港的 三百六十度随便看 然后看的 你随便拍 你哪都能上得去 云霄哥现在单收费 我买不起那个 大概一百七十多块钱 还是一百八十多块钱呢 港币有 俩人三百六 服务员就说 有点贵 你别上去了 上面有雾 你看不见啥 我就没上去 服务员都劝我们 算了 今天有雾 然后我到缆车 我上到 我花了一百多块钱啊 上去之后 我就看了一丢丢的 大概四分之一吧 就之前 看不到那边了 就是你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近 就我大概 也就待了二十分钟 受不了 大家走吧 就那种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你得多消费 你才能多享受 这地儿不用限流 限流 自动限流了 也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 对 还是有很多人 哎呀 这个 说吃的咱不说这个 咱还是说说好吃的吧 我觉得这次去澳门 还是吃了好吃的 大家都普遍反馈 澳门的体验更好一些 自从香港变成这样了 澳门就 承接了香港的 鹤立鸡群了 嗯 承接了香港的接待任务 因为感觉澳门还是比较像 就是他没有像香港这样 就是疫情前 疫情后 这么大的变化 他还比较那种市井啊 尤其那个老岛 还是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 我们俩去那个大餐发 对吧 这个是很俗的景点了 我说那就转转去吧 对吧 然后呢 在那个街边吃的那个牛杂 嗯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而且不贵 嗯 50澳币 一大碗 澳币也差不多是 0.8 差不多吧 咱就 前后差不了多少吗 四五十块钱 啊 50澳币 一大碗 满满一大碗 你要这么比划一下的话 那是很便宜 就是直径大概 嗯 俩时候反正围不住 就是咱吃米饭的碗的 更大一点的吧 更大 大号的米饭碗 啊 这么大的一个碗 满满一碗 满满一碗 扣肉吧 对吧 嗯 对 差不多扣肉碗 嗯 就是这么大一碗 可以啊 嗯 我是觉得50块钱 让我吃这么多蠢肉 北京也不止这家 北京也不止这家 差不多 看柴市 我觉得我能接受 嗯 但是也有贵的 说实话 我们吃两个 一个就是街边 不太有名的小店 50块 那么一大碗 到了他 淡仔有一条街嘛 叫关野街 嗯 那条街就贵了 关野街在北京的 叫关野街的店 他也贵 啊 叫关野街都贵 但是他那个还 其实还是老民居 就是有点那个 那个传统特色 那种街区 嗯 到那可能是80100的样子 嗯 啊 那一碗 但是我觉得也还行 你知道在香港 那100块钱 那真的你吃不到啥 一碗面的价格 哦 我想call back一下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会在海关那边 看到香港人 背着水果 去 瞬间我们就理解了 对 然后他们就说 现在都是内地人 去香港徒步 然后呢 香港人 去深圳吃早点 购物 购物烧品 花钱 就瞬间已经开始 他们有回流的现象 就是因为他那边 消费太贵了 嗯 那我觉得多灵国的题 过时了 多灵国上面还写的是 哈高三百年龙 才10块钱一龙 你觉得可能吗 那不可能 没热价 一只可能都不够了 而且这次去香港 发现很多 我们以前 想去爱去的店 没有了 我俩临回来的时候 我说咱俩 临回来上地铁之前 咱俩在监察室那 吃个冰淇淋 或者是吃个甜水 结果 原先我们认识的 那些店都不见了 我跟你说 我都生气了 这大哥 有点为了省钱 省了个地铁票 所以他就开始 city walk 当天 我本来就是上山 又下山的 就过海 又坐船的 就给我累够呛 然后大哥因为 非得要那个省这点流量 也不愿意开导航 就凭了自己的印象 说前面有好吃的 哥带你吃夜宵 吃夜宵 然后咱回深圳 然后我走了三公里 我说店呢 我都 饿得都不行了 说店倒闭了 我说你不要再凭 你自己的 就是几年前的印象 去city walk 这个特别有一种 去铁针 然后发现变成了 鸿门羊肉的感觉 那起码还是铁针的 那铁针都没了 对 但是你同时的话 我们第二天 又去了澳门 那我就觉得 澳门的话呢 因为它还是一个旅游城市 它其实 正好赶上它那个假期 它的那些 网红的那些店铺 其实还都 还都人还都在 也有一些 他们可能因为关门了 就是过节 对 但有一些小吃什么的 我觉得还确实不错 像刚才他说的那个 溶记的牛杂 溶记 对 溶记的牛杂 然后还吃了啥子呢 澳门 还吃了什么菠萝包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反正刚刚让他俩 写提纲的时候 朱总就写了十个字 香港报吃 对 澳门套吃 对 这是八个字 报吃和套吃 然后还有什么 鸡蛋仔 然后还有 鸡蛋仔 奶茶 对 奶茶 石器咖啡 然后还有他们那个 你们吃的那个鸡蛋仔 有香精吗 没有 我去年十一的时候 去承德 吃的是小的时候 加了香精的那种鸡蛋仔 我一口就回到 十来岁的那个感觉 很怀旧你这个 书七拼了一张图 还有啥 其他的 其实就是双皮奶 反正在香港 以前我们想吃的那些东西 这次在澳门都吃完了 果然是承接了 人还很多 我们这次 我们到店都是出门玩去的 就按照各个城市吧 去分 然后我觉得 还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 我虽然我在那儿屁闭了 但是我觉得 那个城市很值得吐槽 两个城市吧 都很值得吐槽 第一次试图批闭 没批闭成 就是石家庄 这个武艺多火呀 都开不进去 是吗 为啥 我们家本来武艺 要去石家庄走亲去的 都没敢去 石家庄为什么火 镇定夜市啊 巨火 你知道多少人在石家庄 组织这么近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 这个我在宝殿也看见这个词了 熊岸也有 成德也有 他们可能所有河北 他都是迎接你们北京游客 你现在一想石家庄 有什么好吃的吗 你现在有印象 石家庄有什么当地特产 我不说板面 安徽板面 我就想吐槽的板面 就板面这个东西 你从觉得之前都 是石家庄特产 我不爱吃 但是 C哥应该是从小吃到大 但是他吃的更多的 可能是和乐面 和乐面 无极的和乐面 板面相对来说 好像贵一些 因为它有油嘛 还有肉 倒没听他说 什么石家庄特产 因为都在家吃 他是石家庄人 对吧 对 就我之前去过一次石家庄 然后呢 我也是去人家家里头 人家 那个大人在家里头 那儿想了一下午 说我想给你带点什么礼物回去 当地特产 给我想了半天 说我们这边 没什么可以带回去的 我觉得石家庄 是一个美食的荒物 然后呢 他这次我跑石家庄 马拉松的时候 然后他一个巨大的赞助商 就现场给你那儿 做那个 牛肉板面 这个我觉得石家庄真好 这还有一网红什么的 去那边还试吃 然后呢 去他们家的分店 还排大长队 就巨场 然后这家应该挺好吃的 叫牛春花牛肉板面 记住这个名字 以后千万不要 跑马拉松之前吃的 我看承飞好像也去了 他是跑之后吃的 那是安静 他为什么知道 跑之后吃呢 是因为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就知道 可能冥冥之中有天意 我就不知道 然后最讨厌的是 就是我们下了石家庄 然后先去领屋 领完屋以后 看见他那个 排牛肉板面的大长队 没排上 我们就去吃 他们家店里头吃 然后呢 C哥说好吃好吃 你要吃这个 辣椒 你要把它做两口 就是这么吃 而他不拉席 所以他为什么没拉呢 就是 因为他做了辣椒 他吃了一辈子了 吃一辈子就没事 然后就我第二天 在我们酒店里头 去两次厕所 然后 到了那个赛场上 马上就要发枪嘛 那厕所还在排大长队 我想就去了 所以拉肚子人挺多的是吧 排队的那些人 就是我在第十公里的时候 上厕所 他还排了 得有七八分钟 然后我上了 得有两分钟 加一会儿十分钟 然后我 急着我最后 我系裤子 都是在外面系的裤子 就特别着急 就像一边跑 一边系这个裤子 就这样 当我十分钟的时间 在赛道上 就是因为这一碗牛肉板面 多宝贵的 好吃吗 好吃 好吃个屁 心情不好了 一点也不好 我觉得 正宗石家庄安徽牛肉板面 还是好吃的 就反正我是觉得 没有跟其他 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它就是一个 好吃的牛肉板面 它的区别在于 它的改良 成了一个素食 就它的面是一样的 汤是一样的 就它的不一样 就是说你加不同的调料 配料 比如说你加个豆皮 然后加 加个大肠 或者加什么 全靠加菜 反正 对 然后这一摊 就是你把面打过来以后 你想要什么 它现场给你加 所以你那一碗 可以堆到很满的一个料 所以它出餐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标准化 它只有是煮面的那个时间 所以它能够把这个东西 我觉得开了很多家分店 然后还一直很赚钱 反正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其他都是一家小店 容易标准化 本来那次我是想PB的 结果我没PB成 没机会了 对 我就去保定 又 那个保定是OK的 没敢吃辣 对 但是保定这个城市 我觉得怪怪的 又到了非饮食吐槽阶段 保定人很好 赛道也很好 我也PB了 他们也很热情 我觉得保定人很欢迎我 但是保定的旅火 为什么就 为什么是圆的 是圆的也OK 没问题 为什么没有一家店 我能排上歌 因为那段时间保定特别火 为什么呢 就因为 这么近那么远 不是不是 之前小猪猪 他不是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先安排 是保定文旅先安排 还是他去了之后 保定文旅再联系他 反正就有点做了一个野生的宣传 我当时去那个保定领务的时候 他那个赞助商在旁边 我就跟他聊天 说你推荐给我点保定好吃的 他说你就跟着那个小猪猪吃 他好像吃的那个地方 比我们本地人吃的还重宗 因为保定其实有很多菜系 他一个是清真菜 一个是驴火 还有一个叫什么 罩饼 对 罩饼这些东西 他那个就能找到一些 就是很不错的一些店 但是他每一家店 就排队都得一个小时 不是 你能想象到 我想象的天水麻辣汤 就是你能想象 你做一个驴火 能有多少时间 你做一个驴火 那个玩意能有多复杂 不就驴肉加饼吗 你就把饼烤熟了 把驴肉撇 切进去 上来我吃完就走了 是得吃热乎的 对吧 你先烤 我能理解 为什么我等驴火的时候 你非得让我等半个小时 肉汤吃着一个驴火 我想吐槽驴火的一个是 我至今应该吃过 不下十家驴火店了 至少吃出来过三回 驴的眼睫毛 这个大粗毛 为什么是眼睫毛 我确定 因为我爸给我寄那个驴头 眼睫毛也是 接接式式在眼皮上 那是不是别的地方 也有类似的毛 他们把那个脸上的肉 我就相信他是眼睫毛 你不要再说了 他的睫毛 非常的密 是一丛 哦 他不是很好 就像小朋友画的草丛一样 对 是的 是的 就是我真的老吃着他 你认真的看驴那个长相 是不是萌萌的 很 大了眼睛 不拎不拎 长睫毛 对 就是他的睫毛 就是这么密 我觉得是因为北方的城市 其实我不是说想吐槽 毕竟我也是河北人 就是 不太能跟上 不管是城市 这个对于旅游的这个接待能力 还有整体的服务 我都觉得不是很能跟上 这个必须得承认吧 对 对 不是说为了吐槽 吐槽 对 接待能力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尤其在吃的问题上 你说你让你等 嗯 这件事情 就马上对这个美食 你没有兴趣 而且你看 保定马拉松区 也就一万多人的一个规模 他可能有一半是本地人 另外几千人是外地人 我觉得几千人能够把保定的交通 整个整瘫痪了 我觉得我也是 就是匪夷所思 我去了所有的店 都没有停车位 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密集的 接待过这么多的人呀 他也不是第一年了呀 他去年他也有啊 最可恶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两点钟 我们领完物想吃饭的时候 他们休息 他午休 对 他不开店 我想吃的时候 他没饭吃 然后我能去的那几家 要五睡大 对 我去的那几家店 他排大长队 就是你想吃的东西 他不开 你不想吃的 他排长队 就你永远是吃不着饭 我跟你说 这种碳水大省 都中午都晕碳 得五睡 对对 得五睡 必须得五睡 对 连狗都五睡 毕竟吃的是剩饭 但是赵饼是好吃的 虽然我不太爱吃饼 但我觉得 我去的时候点的是三赵一 就吃肉吃的很爽 赵饼还行 我是觉得赵饼还可以 而且赵饼这个东西 我在石家庄也吃了 对 石家庄也吃赵饼 对 他那个赵饼 石家庄跟宝丁比 我喜欢宝丁的 石家庄的话 他的那个赵饼 他那个肉是牛肉吧 是吧 他是卤丸的肉 他是在煮成汤 然后往里头泡饼吃 对吧 前面是三赵二 三赵一就是三两牛肉 一两饼 但是石家庄的 怎么那么爱吃辣呢 他那个赵饼 他说我爱吃辣 他那个牛肉 卤了还放了 又油油辣 我觉得我可能 我第二天拉肚子 可能就是 他这个午饭毁了我 晚饭也毁了我 他没有别的可吃的 你们家又没有点特产 招待我 你招待我这边辣子 我又是一个 不太能吃辣的人 我第二天就窜息 各位石家庄的同学 咱心平气和的 给我们推荐点 因为保不起我们以后 还得经常去 石家庄马达松挺好的 要不是因为我窜息了 我明年还想去 我没屁蔽 我是一个遗憾 然后呢 保定 哎他不辣 但是酱油水 酱油糖 立刻就消了 对 所以那个鱼香肉丝 不是 鱼香肉丝我也吃了 那个好吃 我也吃着了 对对对对 有点像咱这的三丝 油吗 我看他 有点油 但是他那个 其实你说他油吧 但是他好像又是那种 有点勾芡的那种感觉 那那个葱是偏生味 还是熟 熟 熟 炒熟的 他那个葱应该是 炸葱油 不像咱炸葱油可能 炸葱油可能 炸葱油咱们得炸糊嘛 微糊子捞出来 他应该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他是完全熟的 那个 我看他有点白白的 还行 还行 吃不出来特别大的 生葱味 对 我是觉得可以吃 还挺好吃的 我想吃那个 还有那个 拔丝的鸡蛋 那个我还没吃到 麻仁什么鸡蛋 就是一看就是拔丝的 我其实特爱吃 拿糖炒的呀 我特爱吃甜菜 那个是酸甜的 那个鱼香肉丝 我得去试试 这个宝定和施家庄 真是得使劲发掘 真的是 这个有宝定和施家庄的 听友一定给我留言 后来我就发那个 小红说 因为我确实没做功课 就是我过于相信别人 然后我发现他们 给我推荐这个店 就要么人太多 就要么就味道一般 但其实 其实宝定有好多好吃的 对啊 好多人专门去宝定吃 尤其是其次 但是他真的 接待能力不行了 接待不了了 因为那旅游资源 也可以的 当天晚上 我们就体谅了 宝定人民 我说我们不要再在宝定 给人和和了 这么多人 咱开车去河间 是和鲜的 长驴火 有没有眼睫毛 没有 但讲真的 我觉得和鲜的驴火 一般般 就是他 我觉得肉一般 还是火烧一般 就是不经验 我觉得和鲜的特点 是那个驴火 那个火烧皮 就是我们家门口的 那个驴火 也挺好吃的 就跟它是味道差不多 就你没有觉得 有必要专门来这一趟 但是确实在宝定 我吃到那个酱肉驴火 我觉得是我之前 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对对对 它没吃着 圆火上是吗 圆火上 然后它是 卤的驴肉 这种东西在山西 叫夹肉饼 也是卤肉的 也有油酥饼做的 然后也有烤的那种 干饼做的 河间还有啥 没有我就去吃了个饭 咱开一步吃过去 就吃了 因为它正好在 那个宝定跟天宁的 稍微中间一点的位置 稍微往南一点 对 天天这边吃到的驴火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 合间驴火 对 咱们这边应该都没有吃到 特别好吃的保定驴火 我们家那原来开过一家 很快就关了 是圆的吗 对圆的 就是感觉不太有市场 大家还是更任常的 一开始软的扭头就走了 对 这时候加膜吧 加肉饼 我特希望你们 干脆去趟苍州 吃个火锅鸡 其实我在施压庄 我看见火锅鸡了 但是想到我已经连着拉 它不行了 我对这个城市已经绝望了 就是他们家没有不带辣的东西 我觉得 就不是很 河北省很多地方都有火锅鸡 不一定非得在苍州吃 对 我去合间之前 我就做一下功课嘛 说晚上呢去合间吃吧 但别给保定人民和和了 然后呢 我就选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那家驴火 第二家呢 就是一个火锅鸡 我说如果这家人多 对 如果大家都体谅保定人民 那家肯定人多 那人就火锅鸡 结果发现他人不多 这个动作很勾 对 一定要有俩身子 有备啊 对对对 有plan b 咱还去临盆吃那个什么 牛肉丸子 还是辣的 刚才那个都是肚丧 吃点好吃的 吃点好吃的 就我们大天津吧 大天津离那个河北 这么这么美也不太远 也挺美的 听见语无伦次 最近我们有一主播啊 常驻我们大静海 就是C个同学 然后我们因为那个 或多或少的原因 也去了静海几次 然后上次那个 我们买醋的时候 就去了毒柳镇 然后我就对这个 这个镇就充满了这个 浓浓的热爱 因为他 我发现好吃的可多了 除了毒柳醋以外 我去买三桶 他给了我一桶 对 有我的一桶 然后后来我发现 他们有好多好吃的 他们家有一个 特别有名的高干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是不爱吃高干的 就是像什么 这个什么福林高 我都不爱吃 你没吃着过 热气腾腾 刚出锅的 没有想到热的高干 这么好吃 我第一次吃高干 而且我好像还没有吃到最好吃的 毒柳白高干 他他们家火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你提前一天跟他预定 你是买不着第二天的 他每天早上起来 六点钟开门 八点钟关门 两个小时 受空家里所有的一切 这个 这个一定得在门口吃 就是他刚拿出来 你手能拿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对 所以稍微一搁就 对 你需要提前至少两天通过线上 跟他们家预定 然后呢 火的时候 他是不理你的 因为曾经我跟他第二天想去 他没有回我微信 不是 那个整个毒柳镇的 卖高干的都这样吗 就他们家一家好吃 别的我没有翻到第二家 你知道毒柳镇是一个很小的镇 就一条街 他是个小巷 咱下次万一要再去天津录音的时候 你又不预定 你提前一个礼拜跟他说 对 我就说咱提前约好 路过先拿上 对 他家高干就是我看有三种 一个是白高干 一个是咱们上次吃的一个绿豆的 然后还有一个黑米的 黑米的那个也卖的很好 它是 等于我们吃的最不好吃的 对 还那么好吃 我跟你说 你买第一次 我一口没吃着 都让你吃了 是吗 我就不知道它有多好吃 然后呢 大姐打包带走 我不知道你没吃 我第一次吃高干的时候也是 因为我是守着那个店门 等着它那一锅出的 然后我就哇塞 好好吃 我就打包了一大包 回头发现味不对了 一凉就不行 但你上次打包走还能吃 好吃啊 你热了吗 没有啊 你说阳村高干在没少吃 这高干好像是天津特产吧 对吧 应该挺多的 就我们从小都吃阳村高干 不是我吃的就水喝 对 呼嗓子 咽不下去那种 我知道味道 那个这个什么 呼叫椰王 类似于干咽白面粉的那种 对差不多 就是给自己的食道刮腻子 你喝点水 还有热滑 那呼在上 不喝水直接喷粉 你说 薛薛薇薇有一丢丢馅是吗 你们那个有馅吗 我们那不是薛薛薇薇 有一丢丢馅哦 我们那可是厚厚的一层馅哦 挺多的 我买的那个是薛薛薇薇有一点馅 所以就更业 巨业 就独留这个高干它 它是软的 它有点类似于发高 我觉得有点像苏州当地的高团 但是是米粉做的 里面有馅 拿模具压出来的那种 它不是这么硬这么干那种 对 它不是把水分都蒸发了 然后给你个面粉吃 对 它是有点类似于就是 很轩软 对 你一掰的话 它不是掰断了 它是掰断了 然后你认劲的一种 对 很好吃 它 而且不是很甜 不甜 我这么一个在意的人 对 我不是特别喜欢 就甜腻甜腻的 但它那一份 其实也挺薄的 我觉得 那就住食 正经住食 那上次我买煎米果的那家店 它不是能代购吗 我能让它帮我订白糕干吗 它也去毒瘤啊 我花钱了 不下次我提前跟咱预订 我到哪儿去 顺便买醋就完了呗 或者咱哪天去 天天录音的时候 对 提前定好了 早上六点去拿呀 但是提前一天 不早上四点就得出门啊 它那个八九点钟的时候 它好像还能够再卖一点绿糕干 但是其他白糕干肯定是没有了 好吧 瞬间一开门就没有了 而且他们家怎么开门 这么早 真讨厌 上次我十点多 去的时候 他们家已经开始关门了 锁门就歇业了 因为无能狂怒而被骂 咱应该录 录个凌晨 然后去那先拿上 然后回来 敲门 砸门 就他们家还有一个 就是独州站 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 就是他们家 哎 焖鱼我说过吗 没有 没有 曹山的焖鱼 好吃 吃着了 我吃着了 我整条吃 一点都不在吐的 哦 呃 它那是什么鱼啊 焖酥了 小鲫鱼吧 小鲫鱼吧 就是那个毒瘤 那河里那个 小鲫瓜子 小鲫瓜子 嗯 鲫瓜子是个 他们又达成了统一 这小个的 没长大的鲫鱼吧 鲫鱼 鲫瓜子 鲫鱼 小号鲫鱼 我听不懂 鲫鱼 嗯 它那个 应该是拿毒瘤醋 它现在炸过 你看咱们吃那蚂蚱 都是用醋烹的 我没吃 你们吃的 我没吃 我吃着和虾 和虾 哎呀 酥鲍的好好吃 它也没吃醋烹的 它吃着是焦眼的 就你吃了 我吃醋烹的 那蚂蚱有点瘦 说实话 瘦我才敢吃 肥我会觉得像虫子了 哦 那瘦没有 肥那不就肥肚子 啊对啊 啊肚子那一咬 你鼓唧鼓唧的 对啊 那不就得吃那个吗 嗯 我的表情管理 已经失败了 哎这是我们下一期的 因为它是四月份吃的 哎你不要剧头 我们先说曹三的鱼 下期还要来一次吗 它那个鱼呀 应该是炸酥了 炸酥了 然后放在卤汁里面去 泡 应该是 卤 轻轻炖了一下 然后再泡 入味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后它已经 酥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应该是 叠了不起来一整根的 然后它一掰 它那个头就断了 然后一分身 那个鱼刺就掉下来了 你不要形容得那么可怜 这零点的都碎 但它确实是 你吃不着 特别小碎的那个刺 然后它那个鱼也是 就是酸甜 入味的 茄汁青鱼的醋鲁板 差不多 这种 然后我有的时候去的话 我会买两盒回来 就干吃 这种 然后我还发现 它卖一个就是 独流镇好吃的东西 叫鱼卤 这个我没吃过 你上次一说 我句好奇 我觉得一定是好吃的 就是曹三焖鱼 他们家卖 它 就是掉下来那些零件 你这个 做成了卤 靖海它那边有 挨着河吗 挨着呀 当然了 都是河 就团博湖吗 我从那个 他们工厂 到你们家门口 就路过一条 倍儿宽的河 那叫独流碱河 那独流 就是 独流镇旁边 那块就是水汽 非常丰富 所以它都是 那种小河鱼 对对对 它那个应该就是 焖鱼的那种鱼 把骨肉 那肉是碎的是吗 对 它是一块一块的 一块一块的以后 然后它那个 就打卤面的那个卤子 它是那个鱼肉 加鸡蛋 然后和独流醋 然后一块做的卤 然后你 它会一盒买回来 然后你就可以做 捞面吃 那我可以直接喝吧 又鲜 鲜吧 对 不鲜 不鲜 酸 然后鲜 鲜鲜酸吧 对 那不就是酸辣汤的 加鱼肉吧 对对对 不辣 听起来 加鱼胡椒 不辣 它就是咱们爱喝酸的人 你说不辣 你那个高兴劲 就是爱喝酸的人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这么好喝 它又不酸 它有点发独流醋的那种甜味 然后它是那种沉香 跟你讲吧 就是陈佩斯那个醋卤面 把那个 陈佩斯的醋卤面 肉卤换成鱼 有香菜吗 没有 自己家 自己家 那我是爱吃的 我一定是爱吃的 哦 醋卤面哈 正经的是把香菜要炒进去 对 炒进去 对 但是你可以不加嘛 但是它没有香菜 没有香菜 我都拿回家里头 然后再拿锅 加热一下 最后再撒一把香菜 嗯 然后不吃了 我又不吃了 你可以不撒那把香菜 好吗 好 别理他 那一盒 我俩吃了两顿 也不三顿 可好吃了 因为我觉得有点口重 所以我又重新做了一下 嗯 它那一盒就是 挺大的 我跟你说 我第一反应就是 加点水 然后 买两根油条 啊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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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老豆腐吃啊 不是 鹿子嘛 胡汤粉 哦 胡辣汤那种什么 对 那你再可以 它们还挺浓的 它嵌勾的有点重 嗯 那更适合泡油条 嗯 对 适合 哎呀 去去去 就我们爱吃鱼的人 你看我们跟静海 就是有缘分的 对 上次你再说 你独留 咱们那次吃饭 那不是得四月份吃 那是四月份 四月份吃的 得下一季度 那我们先不说了 这还在留口呢 你们 哎 可好吃了 哎呀 先说我们在独留镇里头吃到的 然后上次试试试 在独留镇外头 啊好的 这里头也有我们 只是不知道而已 我就在 他们租那房子附近 我一出去一看 到处都是那菜 我说我是干嘛来了 你是被网红忽悠了 我觉得 对 因为我当时给那个服务员看 我想不起来 那个菜叫什么名字了 我就给他看这个 他说 你也看这个来的 他说 我们可没有花钱啊 他自己来的 在他们家吃那个 宫饱鸡丁 宫饱二代 这个东西 我在宝顿见着了 不是这是 那个挂糖浆的鸡米花吗 对 拿洋葱炒 我在宝顿见着了 就跟那个鱼香肉 四在一起 哇 这个地方真的很爱吃甜呀 我就很奇怪 我就瞬间有点穿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直在天津 见过各种二代 京匠二代 对 宫饱二代 啥意思啊 这什么传统 不知道从哪是改良的 改良 可能就是改良的 独罗之间还有一个好吃的 也是 就他们家也点评 也很靠前 就是那个 油酥火生 炉技 上次你买了吗 我买了一盒 双拼的 应该是椒盐味的和 豆沙味的 那个我吃了两口 就被谁拿走了 反正不是我 我吃了一口 被他当早饭了 那个也很好吃 但是他给我当时买的 都是先刚出锅的 他说在那个炉子里头 应该是先从炉子里 给我献铲的 然后他说 一来一半吧 我说行 其实我不知道那一半是啥 我只知道有一半是豆沙 但是我其实很爱吃 那个豆沙的 它其实有点 类似于 起子烧饼 看这烧饼这玩意儿 就是献出锅的 它就不会难吃 起子烧饼 你说唐山那种 那种可可硬 那个硬 而且厚 就不湿 大小 那得多大旗子啊 他们起子烧饼 怎么这么大点 它这个鱼 等于是那种典型了 有点 素皮典型的 现烧的 油糊糊的 它确实有点油 就是后来吃完以后 就吃一手油 但是真香 好吃的都有原因 还有我觉得这个地方 也挺神奇的 就每次 就勾到我就总想去 把我吃他们那边 好吃的那个纳多罗醋炒一切 对 下期我们要说 那个特别好吃的炒饼 哎呀 天哪 南京可以也说一下 哎我最近出门 真是出门 没吃 没少出门 南京去这个 也没吃到特别有名的 你能吃到皮肚面 已经挺好 对吧 皮肚面是咱厅友请的 对 他是那个江苏人 然后他正好那天跟我一块去跑南京的那个斑马 然后到领屋的时候 我就说你哪呢 他说 他就在旁边 他这边给我带了点点心 从上海来的 然后就请了我吃 人家啥呀 我都不记得了 请我们家吃的 不是贵的那个 然后我们就在南京吃了那个烤鸭 南京的烤鸭 正经烤鸭 正经的源头 我之前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南京出烤鸭 就是我没去过南京的时候 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 我就一直觉得南京就是出鸭血粉丝汤 我就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就只吃鸭血粉丝汤 血从哪流出来的呢 对 但我没想到他们一天把鸭子的各个部分都做成了好吃的 就是烤鸭 然后鸭油包 鸭血粉丝汤 然后 那个什么各种饼 然后 盐水鸭 对 其实我更爱吃盐水鸭 板鸭 对 他们的烤鸭好像还分流派 嗯 什么 我具体记不太清楚 还有卤汁 那个汁特别好吃 据说那个汁占一切都好吃 嗯 他们那个面里头都是鸭腿 不是鸡腿 嗯 对对对对 好像那个地儿没有鸡 就各种肉 你能看到的全是鸭子 嗯 哎 我觉得就是南京的小吃也挺好吃的 嗯 什么赤豆元宵 那个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我知道 就已经预制菜化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去南京大排档的原因 嗯 就是真的很喜欢吃 对对 包括南京的那个素食锦 哎 凉拌菜 凉拌菜 特别好吃 好香啊 就是香油味很重 嗯 嗯 他们南京美龄州 南京美龄州 然后还有什么 青团 其实不应该算南京的吧 嗯 整个江浙地区都还挺流行的 我们去的时候 他正好赶上就是 那个时代 没季节吗 但是我超爱赤豆元宵 赤豆元宵 赤豆元宵 我具喜欢吃 我每次都要点两份 我觉得他就是甜品 他还不是特别甜 对 还有那个糖玉奶 啊 我也喜欢吃 我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哎呦 但是我不爱吃梅花糕 我没吃 那个东西我感觉好像就 没有特别 有食欲 就他网红的店 他会有梅花糕 嗯 其他的我觉得就 一般 然后这次去南京 就会觉得南京的 好吃的都没有吃过来 嗯 什么那个蟹粉的 小 蟹粉包什么的 我都没吃着 他主要是跑马嘛 嗯 他那两天时间啊 第一天时间呢 你得吃安全食物 吃点安全的 对我喝粥 我喝那个那个面 哎 还不能吃辣的 南京还行 第二天你想跑完了 他也没有什么 没什么胃口 没什么劲 对 对就回来了 然后就回来了 所以每次跑马 吃不着啥 嗯 其实我是那最大受害者 他还跑屁屁 对 我就当司机 还妈也没吃着 我要是你 我就偷偷吃 对其实我们可以分开吃的 对 你给我来一口 我也不是很内闪 你看C哥去上海跑马的时候 他出发了 我就绿绿带大家去那个张继的那个早点 买了一桌子吃的 你看这就是不一样 就是我出发了 他在那睡觉 我回来了 我们一会去吃饭 他就不会自己去外面去寻觅好吃的去 那不是 如果C哥自个儿出去了 我在酒店里面我也睡觉 我就已经陪他出去了 我还不买点早点 那是应该多吃点 四个小时呢 嗯 我说的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该你们俩了 该你们了 就是一到三月份没这么出去吃 因为广西的那个已经在广西那一集 说差不多了 我中间过了个年嘛 然后自己的就 在北京的就两个 一个是我第一次在户外跑长距离 跑到了北大红楼的那个顺时而引 是一个中药铺子 老字号的中药铺子 这个我没考证啊 它是这么宣传的 老中药铺子 叫长春堂旗下的一个饮品店 我没法把这个跟他联系在一起 我是看 我好像也不行 我是看他的里面 你看我跟你说 你看我买的那个啊 一个是 黑芝麻 黑豆芝麻老盐茶 它是芝麻黑豆和乌龙茶 你不吃 你不吃黑芝麻 还有一个是杏仁豆腐桂花茶 你也不吃 但这俩都是 我也不是特爱黑芝麻 咱俩过不到一块 你继续 就是我也不是很喜欢黑芝麻 但是那个咸口的奶茶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是小贝探过店的吗 是 我一猜就是 是 你好吃他这套啊 我觉得你的是 你的甜品生活 被杨草莓熊跟小贝占领了 嗯 这俩我都取关了 杨草莓熊 过不到一块去 怎么样 杨草莓熊 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看了 然后小贝现在探的 我越来越觉得 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是 我一开始会 跟着他的去 试一下 试了几次之后 发现不 我们也过不到一块去 但他们家的事还行 然后那天呢 因为跑完是非常冷的 一月份 嗯 跑完我有点失温 我还点了两杯凉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 你不但失温你还失智 对 可能是跑低血糖了 但是 他的味道 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就是 他这家店里头是 有奶茶 有梨 梨汤 然后还有茶点 然后有石令的茶饮 我听说好像在上海开店了 然后在北京 前门还有一家店 就是我喝的这两个 我的那个 哦不是 我是买了一个凉的 一个热的 杏仁豆腐桂花茶 买的是热的 有点奇怪 那个味道 嗯 我觉得凉的应该是好喝的 然后杏仁豆腐的味是非常浓的 口感很顺滑 那个老盐茶是甜咸口的 我是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 我是喜欢的 我是喜欢甜咸口的 它有一点点像牛舌饼 牛舌饼 捣碎冲成茶 哎 用乌龙柴冲开 哎呀喝 有点这个感觉 哦 我能 我能想象了 能想象了 是吧 然后 就是反正我是一个 不爱黑芝麻的人 我觉得还可以 我选的三分糖 我觉得足够了 嗯 然后第二个是 一个和了面 你刚刚说 那个 C哥爱吃和了面的时候 我就想吃 和了面是石家庄特产 我们当时也吃了 山西也吃 哦 山西也吃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对 它不烂 我那天路过的时候是 头一号羊汤和了面 就是他把羊汤和和了 两个我都爱吃的东西 结合在了一起 和了是什么东西 和了是 你想象一个 孔比较细的那个壁子 然后它周围有一圈 那个桶里边 搁的是面 一样 是就普通的 普通的面 是吧 可能活的稍微软一点 你觉得它像绿豆面呢 有 砸面的 有砸两个 对 我吃那个这点 上面是 荞麦和了 对 之前就最早做和了 是为什么 是因为它擀不成面条 因为它不够筋 所以压成和了 它直接煮 煮完以后就能 我应该吃的是荞麦的 所以和了是表示它的外形 和了是那个机器 叫和了床 哦 不是表示它的材质 不是 材质可以是一切 对 和了一切 对 而且白面的和了 和了不太好做 因为它筋太大了 它不好拉下去 第一线 它得用 混点什么杂粮啊 什么红面 没什么筋性的 对 这个是不是比较健康 因为它毕竟是杂粮 对 洋汤的就不健康 关键看路的 对 看放什么东西 对 然后 就是头一号 他们家 这个和了面 就是 很正常的和了面 加很正常的洋汤 鱿鱼 这两个东西 都是我爱吃的 所以就很好 他们家的油条 我第一次吃 特别惊艳 是刚炸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不是饭点 我是去逛 七九八路过的时候 不是饭点 它是现给我炸的 结果有一次 我饭点又去了一次 就不行了 就是提前炸好的 所以就是一定 不要 非饭点去 它油条是放在面里面 不不不 直接吃的 OK 它那个油条是 长得像 螺丝状 的那个 缠在一起的 双螺旋 DNA双螺旋 快 OK 双螺旋结构 那个形状 就是把普通的油条 拧了一下 拧成了一个 非常拧巴的 那个状态 那不就是 酸奶大麻花的 油条板吗 比那个再拧一点 就是转挺多 就是家庭版的 糯米小麻花的 油条板 然后它是可以 卖半根的 它卖半根 不是把它俩掰开 而是从中间切开 可以卖半根 把螺旋 剔开是吗 不是螺旋 没有 没有把螺旋 剔开 是中间横栏的一刀 镜像 不是轴像 然后他们家 够了 我发现 离我家更近 有一家店 但是他们家 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店 就是不是每一家店 都有羊汤 但是每一家店 都有盒了 那不是羊汤的盒了 还能是什么的 有葱油面 有什么西红柿鸡蛋面 有牛肉面 就是也都是很 是正常的卤子 羊汤是限定卤子 羊汤是只有羊汤店 才有羊汤 很好吃 所以哪家店 有羊汤呢 是360店 有 就是在360 那个楼下面 然后花家地店 是没有羊汤的 OK 但是没关系 花家地那儿 有万红羊汤 对 不对 搬家了 对搬家了 不在那儿了 吃完了 嗯 吃完了 干饿了 第一个是 临过年的时候 我们去吃了一家 江西菜 你知道我特别不爱 管江西菜 叫江西瓦罐汤 就是 人家当地 不叫瓦罐汤 你知道吧 然后 但是这家店 它叫瓦罐汤 挺有名的 叫喜香莲 我估计在北京 很多人都知道 最近在朝阳门 哎呦 我总是分不清 哦 对 确实朝阳门 昆泰嘉华酒店 对面开了分店 但是你要知道啊 在这种地方 就有可能 有些菜做的 没有那么的 有锅气 嗯 但是这个老店是有的 呃 这个老店在 这个利泽商务区 哦 嗯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 因为快过年了 服务员就一个 一个服务员 兼上菜和收钱 嗯 然后 还有一个女的服务员 兼上菜兼 收拾桌子 然后 我们点的大部分 第一反应要点的 就是名菜嘛 当地的 就店的招牌 都没有了 厨子也下班了 对 他们会说 嗯 螺丝已经游走了 回家了 这个也没有了 皮蛋也游走了 我觉得他还挺 给自己找乐 哪儿的人 江西人 江西的 就很江西 他最开始出名的时候 他好像不叫喜香莲 江西瓦罐汤 好像他就是专门卖 江西炒米粉的 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好像乌拉拉去过 然后这个店就聚火 但是我不记得是不是同一家 有可能记混了 因为我记得北京特别知名的江西馆子 没有那么多 然后这家我们当时是点了一个卤藕片 因为江西当地的卤货是很有名的 对对对 嗯 然后要了一个一碗香拌粉 其实就是有点像辣椒炒肉拌在米粉里面 嗯 可以想象 巨香 猪油真香 然后要了一个啤酒烧鸭三件 其实啤酒烧鸭三件和啤酒烧鸭子 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鸭三件就只有鸭头鸭掌和鸭翅 我们就没有要那个身上那些其他部位嘛 这个巨辣就是你吃不了 就你你吃一口你会哭 它是那种很纯正的当地的辣 就是江西辣 对你感觉是辣 江西那个辣辣透了的那种辣 对对对对 而且是后反劲的那种 对然后要了一个肉饼汤 本来是一定是要点的是皮蛋肉饼汤 但是皮蛋游走了 就没办法 我想起来那个 鱼丸出面 木有鱼丸 点了个鸡蛋肉饼汤也好喝 然后要了一个干鞭牛蛙 要干鞭牛蛙 其实我觉得这个菜不是这个店的招牌菜 对 可是没得吃了 哦 你吃啥日了 快马上过年 然后呢 厨师也游回家了 他送了一个菜 这个菜其实是 应该是你需要点的是水煮花生 那个水煮花生 脂紧致 就是你掰开之后 里面每一个籽都饱满 是紫色的 超级香 但是它不是水水的 我觉得你是会爱吃的 它不是卤香味的 它里面没有什么水分 但是就是每一颗花生都很香 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 你就坐下点完餐之后 你去它那个冷柜里面去转一转 里面有很多他们当地的什么莲子汁 嗯 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小茶饼 就你知道湖南呀 江西呀 会有一些什么 就有点类似于哥哥 豆角干 你不会想到那个哥哥了吧 如果想到那个哥哥 就当地的做的一些 很奇怪的 有辣椒的点心 小小灵嘴 他是杀了我吧 嗯 然后店里面还有南酸枣糕 什么寻阳茶饼 然后还有原样的米酒 都很好喝 咱们再去一趟吧 你已经把我成功的说唱了 我非常同意再去一次 因为我没有点够 大部分我想吃的都没有点到 关键你能够有吗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嗯 然后特别特别火 就是你一进店就感觉 就是那种很地方小馆子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已经没有那么的地道了 因为它已经网红了很长一阵子了 嗯 然后长阳门店更是 长阳门店 还有这个炒水性洋花 也很好吃 据去过的人说啊 比云南当地的还好吃 啊是吧 那我得去 我就爱吃那个 对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橙皮牛肉 就是你 你可能会想 这是什么乱大的菜 但是也非常好吃 橙皮牛肉可好吃 嗯 这家很推荐 两个店都推荐 但是咱也去吧 嗯 去吧 辣的我吃 嗯 它感觉已经没什么 你吃水性洋花 它飞去捅我 让我去 有很多不辣的 很好吃 你可以吃半粉 虽然它比南昌当地贵 贵很多倍 但是好吃的是值得 嗯 然后第二个店是我们 呃也是零过年 嗯 我买了一百多块钱的 给齐大夫寄过去 啊 点了一本基本上 那个兜子都被那个包装盒 给撑漏了 宫门口馒头 哎呦我去 我又给他买过第二次 这宫门口馒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火 而且一直火 而且你为什么要给一个 广西人寄馒头 他要的 他点的 毕竟广西没有大麦 他来在这住过一段时间 哦 哦对 他一般都是吃米线 对啊 而且是馒头 而且宫门口的那个什么 年豆包 嗯 多有名啊 全国好像都在找宫门口代购 四块钱一个 我都没吃过 哎呀 我在广 你没吃过 我家还有一个 我也买 我真没吃过 真离谱 你居然没吃过 我连那个 果楼门口那家 我都没吃过 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北京 我给你带上 他连正经馒 今天跟我回家吃 不是 他连正经的馒头 糖包 豆包 每一样都很好吃 包括菜团子 嗯 我买了几乎所有的品 嗯 在哪啊 炸鸽子也好吃 全北京好多分店 好多分店 嗯 留学路上那个是总店 总店 留学路是总店 他们家馒头是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甜 正经 正经 好馒头 对 有劲儿 就山东大馒头 那种感觉 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 也挺大 关键它词是 吃完以后特别顶饱 它有没有鲜桶 或者是特别甜 不太鲜桶 不甜 就是粮食香味 不放糖 嗯 北方馒头 嗯 你们有空晚上给我来一个就够了 我告诉你 我要是被困广西的那回 嗯 有人给我投背一百块钱的公文口 馒头 你都被困了 你还想妄图一百块钱 我告诉你 那米线吃了 我 你就 吃不饱 你就站那儿卖那个馒头 你就能脱困 你就能回去了 哈哈哈哈 那边是好 没有这些东西 嗯 它都是米线 然后它就冻在那个冷冻室里面 然后每天早上拿一样出来 就跟抽盲盒一样 嗯 嗯 然后说今天吃这个 给我们拍个照片 貌似都很好吃 嗯 然后第三个是 我跟你说 我第一次去这家店的时候 叫丰园春饼店 我去过 对 以前我们在北京一般吃春饼 都是去姥姥家春饼 嗯 或者什么2月2是吧 对 这个很有名 但是丰园春饼店是 很老北京的一家 很老的一家店 对 我第一次吃是2017年的春节 它关门 我大老远去它那个老店 是2月2吗 不是 不是 就是过年 在 应该是大年初四或者初五 哦 那很正常 它关门 然后 没办法我们去吃的紫光园 哎呀 我也不是想吐槽紫光园啊 差点确实有点多 对 然后呢 我发现 它居然在我们家附近开了分店 哦 开分店了 我就赶紧去吃 上次就是看你吃完了以后 我们俩就都住了 是不是 对 真的很馋 哦 你说的是他家呀 对 然后那个我去他们 前从他们家那次吃饭 就给他点了春饼 就因为我们俩都种草 你那边发这个 不一样哦 什么时候去找我 带你去那 我去他们家那个老店老吃 因为离前家属家不两近 韭菜花炒土豆丝 巨好吃 也韭菜花 巨好吃 好吃死了 而关键是他们家的电烤 我没有想到电烤肉串能那么好吃 我没吃过 电烤鸡和电烤羊 不贵 但是肉非常大串和瓷式 就一吃就是好羊肉 春饼的那个菜你买了几个 我每次都点四五个 虎 俩人吃 打包回去还能再拌一顿米饭 因为你知道春饼店的菜都特别下饭 可春饼店没有饭 多新鲜呀 咱是招牌 然后每次都要点肘子 蒸酱肉丝 和菜 野韭菜花炒土豆丝 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这样 有时候会点个鱼香肉丝 然后自从我发现他们家的电烤特别好 然后我就每次再点三个鸡三个羊 因为他们家的鸡不是普通的鸡胸肉或者鸡腿肉 是每一块 你吃到嘴里每一块都带着一块脆骨 但不是骨肉相连 不是那种成品的那种骨肉相连 这用心了 巨好吃 那肉能卷饼哈 能 就跟资博那个差不多可以录 对 好吃齐了 你爱吃金饼还爱吃春饼 他们家只有春饼 没金饼 我爱吃春饼 我在姥姥家最高纪录是 一个人吃七顿金饼 脸婆老衣 犯不了了 朱峰是一个不爱吃春饼的人 我是开玩春饼我就走不动道 所以你就适合跟我们去 然后你吃串 咱下去 可以 还可以吃串 然后多点几个菜你拿回家打包去盖饭 炒米饭 旁边就是张继 张继 买点酱牛肉 对 旁边还有那个烧饼加脑花 对 这个听起来挺好吃的 不是很好吃 一般 我吃过了 因为脑花它不是一个适合夹在饼里面 对 一夹不就敷了 你如果脑花要特别入味 它就不可能那么成型辣 我看那个小红书上的那个晒图就看起来特别辣 鲜艳 而且它们都调色了相信我 没那么 鲜艳 鲜艳模式 而且那个肥肠 卤肥肠 它不是很适合夹在饼里 是 对啊 它又不烂乎 对啊 相信我不好吃 它们家炸鸡还行 嗯 可能有点腻 现在我想想 是挺腻的 这个 脑花肥肠饼 吃下来的感觉是 饼是饼 肥肠是肥肠 脑花是脑花 你就一样一样吃 嗯 碳水加脂肪 嗯 对 还不那么好吃 嗯 有点亏 对 我先说完北京的啊 嗯 然后下一个 是这个蝉虫家附近的 我每次去他家录音 哎不是别每次了 就去了 就吃过一次 计划是以后每一次都去他家先吃完 叫 河江永春豆花饭 也是个想点一本的地方 对 哎呀 那个豆花真好吃 我可以喝两盆 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家蘸水 因为蘸水里面有霍香 我不爱霍香 我去四川也不点霍香鱼 嗯 我可以空口吃豆花 不蘸任何料 有一股清香在里头 嗯 而且他们家的 嗯 那个叫什么 滑牛肉 滑酥肉 它是酥肉 哎 它点的是酥肉吗 嗯 它是酥肉 我不爱吃那个酥肉 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蒜泥白肉 对 是蒜泥白肉 是蒜泥白肉 特别好吃 那个汁 我都能拌一碗米饭 嗯 这个好吃 我们决定 每次去 先去那吃饭 再去录音 就不打包了 嗯 我觉得打包会折损豆花的香 嗯 嗯 因为就在地铁口 十几块钱一份 如果纯点豆花的话 还点了一个雷胶皮蛋 嗯 也好吃 嗯 它比满大街扩张的那个 冯济豆花饭要好吃 嗯 嗯 然后下一个是 是一个小吃 就是你可以去店里面买的 这个一手店的酸黄瓜肠 如果各位 你家附近有一手店的话 相信我一定要去试一下 现在还有团购哟 这是鸡肉肠 它不是猪肉的 八块八一根哟 里面有非常非常大量的酸黄瓜 存在感很强哟 而且味非常浓 一定是好的酸黄瓜 嗯 一开始北京的一手店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你得网购 新品 你得去 哈尔滨的店去网购 后来北京的一手店有了 一手店是个什么店 熟食店 东北的熟食 熏鸡啊 什么鸳鸳蛋呀 鸡腿啊 豆皮 熏海蛋 鸡价有吗 有 有鸡价 有 猪蹄 哦 猪耳朵 是 聚服员旁边就是一手店 嗯 嗯 店还挺多的 但是这个酸黄瓜尝特别好吃 超好吃 嗯 我吃了 我是隔四月里的 然后我要吐槽一个老字号 就是小长城 我不是很懂小长城 我甚至在疑惑 我是不是有点不太懂老北京 如果我吃的是正宗的小长城的话 嗯 它怎么那么不好吃 据说小长城也是分了很多 很乱 嗯 那个 我觉得他们家被分出来的 最好吃的是陈亨炉煮小长 嗯 可是好像店也越来越少 越少了 嗯 这个 我是爱吃炉煮的 我是爱吃下水的 我也不是很忌讳脏气味 可是我怎么觉得小长城 它不香呢 是不香 啊 就是不香是吗 我是觉得最近我吃了两次吧 也别说最近 这半年吧 嗯 吃两次嘛 就是没有 没有我们之前吃卤煮那种 就是 卤 嗯 那个卤 卤香 其实它是有 有卤香那个味 对 人家不说下水味 对 对 但有那个卤香那种香味 它没有 对没有 它更像一碗 酱香 嗯 嗯 酱油汁 酱油汁的 对 是咱们之前 对 南农街那家 有一家 对 我吃完以后 我觉得他们家像清水煮的 对 就是 清水煮 酱油水的 对 然后拿那个酱水泡了一下 而且我觉得它用的特别像我那个做饮食测试的时候 买的那个无肤质酱油 就是完全不香 对 对 是不是 它有点清烫瓜水 清烫瓜水 它不是没有那个鲁味 没有卤的那种酱的那种感觉 不加火烧的话是gluton free的感觉 我在怀疑它是不是白水煮的 然后拿酱汁泡了泡了 我怀疑就是出品量的问题 它也没有时间去卤它了 我开始想 它不是贵 对 巨贵 我开始想是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抬头看一下 看一眼C哥 我发现他表情也是就是觉得 很难描述一下 去了第三次想去吃 别人请我们吃 我们都没有做 我在这种店 我从来不求服务态度 就大姐爱对我什么样 对我什么样 反正我吃完 我要觉得好吃 我可以再来 我觉得还不如门框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卤主了 楼下有一个门框 那天去尝一尝 是不好吃 确实不好吃 小长生不知道为什么 是分家闹的吧 都不好是钻研业务了 我印象当中 我吃了最好吃的一次卤主 还很多年前 在前门一家 但是我已经 廊房二条那个店 那是小长生吗 是 那是 那家还行 那是正经老店吧 我是吃过 邻近胡同 那个地铁口 有一家黄色 黄色炉主 他们家的肘子 好吃 肘子好吃 大饼卷肘子 我那是最后一次 就是在那个 前门大师辣二那 吃的那家 我觉得还行 但是从那以后 我再没吃到过 就是那个味的 但是你说 在牛街开小长城 它能够 你哪敢 你敢的吗 你不是挨打吗 它是猪的 它没在牛街开 离着牛街老不远 俩路口吧 但就这一块 我觉得它 你吃有点不太合理 但理论上来讲 就这个介绍 不应该太难吃 我觉得老北京聚集的地方 你就有一种预期 就是它应该能好吃吧 对啊 你敢开在南城 对啊 南城的确实是 但关键还有很多人去吃 它不是说 大家都觉得不好吃 还有很多人去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排队嘛 我感觉现在 好吃的炉猪少了 是不是因为咱 油水 口味变大 不稀罕了 我怀疑 也没差这几年吧 反正 不好吃 不好吃 出来我扭头就去了 不好吃 出来我扭头去了 旁边的紫光园 买了一个奶皮子酸奶 最近的网红啊 奶皮子酸奶 你们 你们没吃过 没吃过 你吃过吗 你也没吃过 没有 一定有听有吃过 它就是那种 儿童的奶酪棒的酸奶 酸奶版 就是那种淡淡的甜味 它没有配料表 没有营养成分表 就是店里面 自做的 自制的 它表面是奶皮子 底下是凝固的酸奶 是那种很顺滑的 但是又很紧致 不是那种很疏松的 可是又不是希腊酸奶那种浓的跟浆糊一样的 买五增一 因为我就在家门口嘛 我随时能去 我每次买一个 但是我前后的都是买五个 就感觉好像不买五个亏了 不合适是吧 白排队了 这个营销还是很成功的 八块钱一罐 我就觉得其实没那么贵 它一盒挺大一盒的 得半斤吧 嗯 差不多 我觉得挺值的 我从天津回来 前天吧 我去八点多卖光了 还挺火 然后还是这一趟 你是一趟下来的 对 还是这一趟 旁边的那个 就是一个超市里面 在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小档口 就我进去找的时候 我发现两边都是那种 很三无的那种小糕点店 我心想我这走的是对的吗 然后峰回路转 我就看到一个温州糯米饭 大家都知道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 浙江村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浙江忍了 对 现在仅存的就是几家温州海鲜面 温州排档 但是温州糯米饭好像北京就没有几家有 他们家有 我当时是买了一个咸糯米饭 一个甜糯米饭 我问了一下这个卖的人 做的人 我说你们当地吃甜糯米饭 放白糖还是红糖 他操着一口北京话跟我说都行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 因为我知道在当地很多人会 平时会经常吃红糖馒头 我就买了一个红糖的 好吃 而且两个都有猪油 可香了 下次去你家录营吧 我要吃这个 下午就没有了 我得上午就去给你买 然后他那个肉汤是单搁的 还有咸蛋黄的渣渣 你可以拌在一起 他那个肉汤是精华 然后还有脆脆的油条碎 就这一碗 我吃过当地的 然后他还上过北京吃货小分队的推荐 我当时想 这么小的店你们都挖掘出来 然后果然我再去 我根本排不上队 很合理 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 咸甜豆腐脑 咸豆腐脑和甜豆腐脑 咸豆浆和甜豆浆 知道不得罪人 咸淡浆和甜淡浆 就是很当地 然后他那个豆腐脑里面加了薄荷 就是 咸的还是咸的加薄荷 甜的 甜的里面加了薄荷 是很清凉的 不难吃 不难吃 里面还撒了一些黑芝麻 就 不难吃不难吃 可以不要 好吃的好吃 对 薄荷可以去掉 你吃不惯可以去掉 不辣 不辣 很便宜 就十几块钱 然后 吃的饱饱的 对 好吃的 这一顿顶两顿的吃 然后咱说说那个 咱去新乡吃的那两家店 咱虽然都说过了 其实 但是那个 我真的 我会愿意为了 废祭胡辣汤 再去一次是吗 我会愿意 我如果下次再去胖东来 我还是很想去胖东来的 我觉得胖东来挺好的 我们下次那个 你写的那个卤羊排 我们买它一箱 我会把羊肉粉条包子清空 然后那个羊排清空 说的好 不是 我只要不去买茶叶 我就不用排那个队了 对吗 你最好别坐通宵是车去 这是最重要的 不了 再也不了 太累了 然后我就去飞机胡辣汤 把它那个胡辣汤打包 一桶 我们下次去 这不仅得开车去 这得开货车去 感觉 还得是冷藏货车 开个移动的那个冷藏车 我就送你一个 送你一个冷藏车得了 真的好 我真的念念不忘 我一个这么不爱吃 黏糊东西的人 怎么河南的胡辣汤 这么好喝 而且 胡辣汤做的好 真的好喝 对 我发现了 逍遥镇的 不太适合我 我更喜欢方中山的 我也是 方中山的特别好喝 好香啊 你留方中山留的多 给我逍遥镇的多 那可是你挑的 我第一 我只有一袋方中山的 你自己挑的 不赖我 然后我喝出这两个区别之后 我就特别庆幸 那个 那个方便的 可是北京的那个方中山 排队已经没那么多人了 你可以去了 没有 那个 还有那个高群生胡辣汤也 北京现在开始遍地 开胡辣汤了 消费降级 哦 有道理 胡辣汤便宜 他泡油条也可以 对 非常好吃 然后 猴子还拿饺子站着他吃 真会吃 嗯 还是鱼饺 这有点不是个味 但是好吃的 好吃的 哎呀 我说完了 其实我还藏了好多没说 但是因为我看日期是四月份吃的 对 我也 我这期也藏了 我们四月份的 那个提纲已经写一半了 不是咱早点录吧 要不然又忘了 对 不行的话咱就别二季度了 嗯 四月份是吧 对 春末夏初 还是按照这个套路 六月份 六月份 对 那我有好多 其实我 应该是在下一个说的 对 我从那儿说了 我就愈愈愈是说那个炸蚂蚱和那个炒饼 没事 我们这个 这俩院我们还可以多尝试一些 你带我去吃一次吧 能不能不点蚂蚱 我带你去吃 我带你去吃 我走路带你去吃是吗 能不能不点蚂蚱 然后我就想问 那你吃 你别看不就完了吗 你去想吃蚂蚱 我想吃炒饼 他想吃蚂蚱 那得下辈子了 那你不太适合就是走进那家店 因为他那个蚂蚱就摆在一起 我可以背对着他 看不见 看不见 那家的 然后点高杆 预约高杆 然后预约那个鱼卤 我们一趟下 鱼卤倒不容预约 一趟下就给他会了 好 好 像 已经许出去好几吨了 对 那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咱就这样 然后我们争取下期早点路 好 确实是路的 是时间探场中一方 那个另外 就我们说的这些地方 经常举办马拉松赛事 像这个同学啊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没吃到的 一定要告诉我们 对 我明年不想在这个体验了 我明年想好好的跑 你看离北京那么近 交通的方便 我们肯定愿意去这些地方跑 对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地方 其实也有玩的 然后 河北好几个博物馆都特别火 对 而且你知道宝宝还特别热情 就是有个古动物博物馆 是他们当地人 开业了以后 再也没有预约过的 就是预约不到 从来预约不上 然后呢 当地人不知道里头是什么 然后呢 不知道有什么 巨火 然后我们跑马拉松的人 是免费免预约可以进 我们当天就把它包园了 本地人好可怜 为了这个我可以去跑一次马拉松 你可以不跑 你只要那个卷 只要那个卷 然后你进去就行了 然后就可以不跑 擦菜包领出来 把这卷拿出来 我都报名了 我为啥不跑呢 我觉得这个诚意还是挺有的 可以可以可以 明年明年 好可怜的本地人 说到马拉松 我是觉得保定 真的是挺可爱的 他那马拉松 就是你是零距离 跟他在一起接触 下半年有吗 有个半马 你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么隆重 有没有那个 古东铺管的票 我不知道 就是咱一般 北京马拉松 那个大长安街 双向石车道 就是你跟人是 就是你 没有办法 感受不到志愿者 和群众的热情 对他跟你的话 他其实是被车 就是那个拦住的 但是你去 想互动一下 多跑十公里 对 你要么的话 就隔着一条 那个马路在那边 他其实不太好跟你互动 但是保定他走的是一条 环城的一条 临湖的 就临河的一条马路 旁边是居民区 然后他那个是个 就是挺窄的一条路 窄到什么程度 有点类似于 就是窄到 反正我就全程 没跑开的那么窄 然后他两边的人是 站在赛道旁边 没有防护篮 没有隔离带 可以拥抱的距离 对 等于说他 相当于是 只要往前走一步 他就能够 进入赛道 然后他没有任何一个人 往前走一步 他们所有人都会站在你的旁边 人墙给你隔开了 对 他每一个人都伸出手 然后给你击掌 然后 他这一个人墙是三层 就他们围了三层 在那边给你加油 然后旁边就是吹罗打鼓 然后每一个公里 都有人在 吹罗打 敲罗打鼓 敲罗打鼓 是吧 不好意思 对 就是这么热情 然后你会觉得 你就从他们的人群中 跑过 然后这儿 欲聋的加油声 有一种 啊 英雄回来的 就是你吵到不行 我那耳机降噪 打开没有用 就全都是这个人 然后每一个人就 你跟他们鸡掌 你就跟泪半死 我胳膊都会抬不起来了 就这么多人 反正我觉得赛事体验 真的是很好 除了他们家的这个排队 排不上 哎 宝定没那么大吧 城区 小很小 但是他的东三环 就东面 他其实是古城区 就是他的好吃都在这边 然后我们那个速速啊 和那个起点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没往西面走 西面他就没有什么吃的 所以他就比较集中 就类似于咱们北京 只是在古楼这一块 就这种感觉 那那个动物馆在哪 就在这一块 就这么点地 本地人都愣没进去 哎 好家伙 最近可能太火了 我在宝定啊 伪张拍了四次 开车去了 就去个大车 特别可怕 但是还挺推荐大家去玩的 好 行 那就先怎么着 各种疯狂互相种草 对 期待我们下期啊 好 好 那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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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有津津乐道 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播客 天金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